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原真相 咱们一会儿来细说 书天下书妙超 英国一书店搬家为了节省运费 居然召集了两百多名志愿者排成一条长队 通过手手相传的方式 把所有书籍搬到了新纸 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呀 书天下周末新闻也精彩 别走开 我们马上开播 新闻脱口秀 妙异双天下 各位观众好 这里是两位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老杨 大家中午好 我是哥哥 今天节目开始呢 先给大家伙制造一点气氛 来 导播 来点音乐 音乐 导播 郭老师 你这干嘛 这么喜新的 还好运来 好运来 赛歌赛舞的 这又不过年 今天是双十一前夜呀 对不对 刚才那首不满意吗 是不是嫌太闹腾 有点闹腾 我给你来一首舒缓点的 来听下面这首 早起 音乐 怎么样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怕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是不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哎呀 终于回过味了 这双十一现在都有主题曲了 但是到我这儿估计点改改谈 对吧 你们是怕了好久终于怕到了今天 而我是怕了好久终于怕到了今天 最近这些日子不满你说呀 我真是全程无了二夫提 一听到手机来这消费提醒啊 我就浑身战斗 体似筛康啊 你的胆就这么点吗 不是 这不确实 这不 这我胆还行 就我家里那 不就是那口 要是正常买啊 我也不哆嗦 可是架不住 哎 囤货呀 我跟你说啊 什么那个那个卫生纸啊 都够用到8012年了 那小灵嘴呀 摆一面墙 能开小卖店 好家伙还有那明星什么单品洗手液 嗯 就差论蹲进货了 现在每个上咱们家做货的人走的时候都顺便 必须给人装一瓶这个 一矿卷水瓶的洗手液 我家那领导说了 这叫什么 这叫半手礼 半手礼 这用不完的都 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心情了 你终于明白了吧 因为我确实诸位也有这样的人 就这种无限次的复制粘贴购物车的行为 你知道吗 就是它其实具体表现是这样的 购买卫生纸的单位是香 购买沐浴露的单位是香 购买盐的单位必须是金 一买就要买购一年 否则根本就不能安心 必须挺到下一个双十一 我天啊 郭老师这什么形态 你知道不要怪就怪在那个什么所谓的定金100 力减150 领诱会圈再减270 预定最想大抽奖 仅限前面1万名 我的怀疑这话是你给录的 对吧 于是你的意志力就土崩瓦解了 你的信用卡就被缴械投降了 但是说实话 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话 你比如说 就是我看到的有那个淘宝上的一些公布上的数据 大数据显示说囤货组 他们平均每购买一次必需品的这个商品数量是 你说吧 我有心理准备 59件 最爱囤货的是河南人 就是平均每次囤货98件 另外一线城市虽然说囤货人数多 但是人均购买量却比不上其他城市 咱们来看一眼 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 人均囤货量达到了107件 我都怀疑我家领导的组级是不是这个城市 当然这个囤货的主力还是我们女性 占到了67% 其中是以25岁到34岁的小年轻居多 那我这儿还有一份菜鸟的大数据 评的是这个双十一囤货爆款的前十名 都是老朋友 这个你的老朋友不是我的 你看什么卫生纸 洗衣液面膜 饼干的 蓬化食品的 纸抽 卷儿童脂 还有纯牛奶 开关插座套装 我就纳了卖了 这快销 这快销类东西就算了 你囤那么多插座 你囤插座你干嘛呀 还有数据呢 去年双十一 锦天猫平台就卖出了足够8000人 每天喝一生 联合50年的纯牛奶 足够把地球包87圈的卫生纸 首尾拼接长度相当于就是 这个亚欧大陆桥的 这样的一些数量的卫生金 你知道包括京东大数据显示说 在双十一期间多次购买同一商品的囤货型用户数量 2016年比2012年同期增加了100倍以上 天 不过如果您追踪一下买回来的东西 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的情况下的命运是被扔掉 水果什么的可能买回来就等着烂 因为吃不完嘛 抢回来的彩妆护肤品 总要找人接盘呢 我怎么觉得在这个购物网站上 这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呢 你别说啊 我就是那个接盘侠 自从我们家领导 这个大量的去囤货 我的脸呢就成了各种护肤品的回周战和实验点 算是因祸得福了吗 什么呀都 肥皂生金洗面奶 都变成这样了 你活得越来越精致了呀 其实你知道这种不停买买买 又不断扔扔扔的行为 有一个学名叫做松鼠病 松鼠就这样啊 一到要过冬了 就在窝里囤大量的坚果 并且坚信自己某一天会用上 但实际上最后就吃得很少 你说这些松鼠们到底涂什么呀 涂的就是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吧 我跟你说 囤货的安全感跟满足感可以治百病 什么焦虑抑郁 根本不用吃药 多下两单就好了 我还是想再追问一句啊 就是你不是一天总喊着 我穷啊 我穷穷死了 啥啥的嘛 可是一到买买买的时候 我看这些剁手族们花钱比谁都快呀 但你这个上升到了哲学问题了 什么有哲学问题呢 就是看似穷得叮当响的年轻人 本质上都是薛丁岳贫穷 薛丁岳的猫 薛丁岳的猫 咱们不知道是死是活哈 同理不到双十一 你永远不知道我们是真穷还是假穷 反正我是真穷啊 这个不重要了 今晚是双十一全夜 我觉得大家伙现在应该是看看自己的购物 哪些是必须的 哪些是可有可无的 做做减法 要知道再便宜的东西囤积多了 它也是浪费啊 况且过了保质期 那就没用了 那把连手指 对吧 它都应该有保质期吧 那冷静一定要理性 说一下我们进来来说一说新闻吧 来说说神射手 有一个词叫做摆布穿杨 形容一个人功法神诊 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位能够摆布穿杨的辅警 危急时刻 仅凭一记弹弓 就像一条人命 上眼啊 说的就是这位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公安分局的辅警 刘成亮 6号那天晚上 当地一名男子的巴某 因为那个经纪纠纷跑到某小区 去找到对方协商 结果两个人 啪叉就弹崩了 巴某呢 就跑到这个小区传达室 闹着要自杀 对 这男子拿出了一把 15 60米长的美工刀 架在了自己脖子上 情绪非常激动 这个民警呢 就接到报警之后呢 立即赶来 劝了四个多钟头啊 男子始终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刀 眼看着天都亮了 一直这么对峙 也不是办法 不仅巴某情绪越发激动 也引发了小区内居民的恐慌 得想办法夺下巴某手里的刀 还不能伤着他 这怎么着 对啊 很快连运港公安分局的 这个辅警刘成亮 就被叫到了现场 为什么叫他呢 因为他是一位弹弓高手 就见他顺着门缝 瞅准时机 举起把弹弓瞄准射击 啪 一颗刚出就不偏不倚 刚好击中了刀柄 就在巴某迟翼的那一刹那 近身控制的民警 飞身向前 成功将他手中的刀夺下 而整个过程 比我说的还快 不到十秒 干净利落 我们这嘴真没赶上那弹弓速度 真是没想到 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玩具弹弓 竟然有这么大个的威力 危及时刻还能救人 当然那得看弹弓是在谁手里啊 在你手里可能就是打人家玻璃了 在我这就偏打人家玻璃干嘛 在刘成亮手里那就是武器 他小的时候就喜欢玩弹弓 玩着玩着还玩出了名堂 不仅加入了弹弓俱乐部 而且还参加了国际比赛 拿了大奖 这回更牛了啊 还用弹弓救下了自杀的男子 刘成亮说呢 自己当时也有一点紧张 不过现场距离大概只有五米远 和平时训练和打比赛的比呢 就是近了一半 那这样的距离 他心里边还是非常有底的 神射手救了一条性命 我觉得湖北武汉那家小区 也应该请一个像刘成亮这样的神射手 专门用弹弓对付来小区里自拍的人 这不好吧 人家自拍 对吧 你这怎么能拿弹弓撇打人一下 没办法 我跟你说这是为了他们好 我给你看一看 这些人都在哪自拍 我看看 哟 这画面拍摄的是挺美丽的 不过看这个角度 这是不是在楼顶上拍的 对啊 湖北武汉有一家小区的高楼公寓的顶层 成为了网红自拍地了 因为地处市中心 一到晚上夜景特别美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拍照 而为了找到一个唯美的拍照角度 有人甚至是不顾危险爬到楼顶平台上 这胆也太大了 跑天台上边周围没胜没胆的 大伙都知道 你是来自拍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遇到什么事 想不开了呢 对啊 之前因为总有居民在平台上晾晒衣服嘛 所以物业也没锁门 但是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爬到平台上拍照 你知道曾经还有居民就以为说 上了这个人是要跳楼 对 还报过警 后来警察来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只是要过来拍照 您看您拍照那姿势 不是太危险了 拍照也不能跟生命开玩笑 我这生命危险自拍啊 所以现在物业已经决定 把通向天台的大门锁上了 不让私自上这个天台去拍照 这个也是为了大家伙的安全着想 我现在真想拿一弹弓 谁拍照我就啪我打一下啊 当然因为自拍而出事的新闻呢 咱们也说过不了少了 所以在这呢也提醒大伙 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 拍照这种行为不可取 是的 说点下 下边咱们说说消防安全吧 这个 郭老师 昨天你路过中山路没有 怎么了 神秘兮兮的 这个说昨天晚上十点半 咱不少沈阳市民呢 可都看得见了啊 中山路上有座高楼就冒了黑烟了 那不是着火了呀 这吓了我一跳 你忘了吗 昨天是119消防宣传日 对 昨天那是一场消防演练 消防演练 那赶紧带大伙呢 去昨天上午的现场来去看一看 演练的模拟火场 位于18楼的一间办公室 农烟激活了消防控制室的警铃 值班人员从监控录像发现火情 迅速拨打119报警 通过消防广播 向楼内全体人员下达疏散逃生指令 三分钟后 消防车抵达火灾救援现场 进行灭火救援 火势越来越猛 烟雾过大 18楼出现了伤员 消防官兵搭建消防云梯 营救被困人员 此时楼内的烟雾慢慢散失 残火被彻底扑灭 其他楼层员工 用湿毛巾捂着口鼻 低姿弯腰 顺着楼梯扶手 快速安全逃生 演习结束 演练中有哪些需要总结的呢 逃生之前先摸一摸门把手 看它是否很热 如果很热的话 那么就是说这个烟或者火 已经到达我们这一层 就不要轻易选择逃生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湿毛巾 我们就要用湿毛巾 把那个门缝都堵好 然后选择有窗户的位置 我们举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些毛巾 或者用那个哨子 采取呼救的措施 同时别忘了拨打要求 如果可以逃生 此时千万不能坐电梯 因为电梯可能因为火灾产生故障 被困其中 很难被消防员发现 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疏散通道逃生 同时要熟悉自己工作 或者居住的高层建筑 明确逃生平台 或者避难层在哪里 超高层来说 超高层是一般是有避难层的 我们在选择逃生的时候 可以选择去避难层 进行暂时的躲避 同时我们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 就要有意识地 记住疏散逃生的路线 这样保证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第一时间按照最正确的方式和路线 进行逃生 同月李静亮报道 水火无群 现在城市尤其是高层火灾 如何防范跟逃生 这个的确太重要了 是啊 咱们全国八层以上超过24米的高层建筑就有34.7万栋 百米以上的高层建筑更是有6000多栋 但是多数消防车和水枪的喷射高度只能达到50米 所以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 除了利用内部消防设施之外 其实它是没有更有效的手段去灭火的 所以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所以今儿咱们就给大伙普及一下 怎么样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首先说你啊 烟民们要注意了 不要躺在床上沙发上 酒醉之后吸烟 乱扔烟头 乱磕烟灰 这都很危险 对 另外咱们要养成习惯 注重厨房家用电器的消防安全 是 说你呢 这个做到厨房做饭的时候 随时有人在 别一会儿做饭一会儿看小说的 对吧 另外你那家用电器 燃气 用完一定要记得关键 关键记住了吗 你在家不做饭吗 不做饭提出批评 还有就是 这个 要知道就是那个物业 要知道如何去维护保养好 那个楼道当中的消防设施了 其实我们住户也要做到 对消防设施不破坏不挪用 最后呢 提醒大伙遇到险情 一定要保持冷静和镇定 细心观察 选择正确的逃生方式 是的 说等一下 我们就来再来说一说职场霸凌 说在韩国 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韩国人权委员会调查说 有73.3%的上班族 都曾经遭遇过职场霸凌 甚至有12%的上班族 说自己被职场霸凌的频率 是每一天都会有啊 之前 大韩航空会长女儿 会长夫人霸凌员工的消息 接连被爆出 这才过了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吧 眼下又一家 韩国知名公司的董事长 因为这事儿被逮捕了 这个新闻你是特意为我选的 这位就是韩国一家科技公司 未来技术的杨董事长了 你瞧这姓 叫杨正岗 对着员工呢 这个江先生那大耳光是啪啪的扇呢 他还要求围观员工 把时报过程拍成视频 供自己收藏 这是什么屁号 关键是这江先生遭受打骂的理由 竟然只是因为 他在公司内部的网站的回贴中呢 对董事长 杨董事长的管理方式 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满意 内容是 如果他能够多一些领导力 或许我们都会更好 其实我觉得这话 听着没怎么着啊 是啊 而董事长不爱听啊 把江先生叫到办公室 对着人家的脸就开山 这个边山还边骂说 你以为你是谁 想活的话就好好道歉 挨了耳光 还要下跪道歉 受了这样的侮辱 很快江先生就从公司离职了 但是这段经历会轻易的过去吗 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段经历会轻易的过去 对着人家的关系 我没有人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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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的说法 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段视频是一家 非盈利性网络调查媒体 今年10月30号公布的 但是这起事件 其实是发生在2015年 当时就曾经有媒体 举报过这事 是杨振浩他用金钱跟权势 压下了报道 而受害者江先生 也只能够忍气吞声 更可怕的是 江先生的遭遇 并不是一个个例 曝光视频的这家 媒体调查小组 从2015年就开始 进行持续的走访调查 发现杨振浩的暴行 已经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 有知情人士说 杨振浩经常在公司的 集体活动当中虐待员工 比如说在聚餐的时候 不允许员工中途去洗手间 强迫员工吃满嘴的大蒜 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等等 还曾经强迫员工 用刀和弓箭虐杀活机 这老板太霸道了 这什么老板 这事 证据证言都在掌握了不少 现在那杨振浩的一系列暴行 终于被曝光 韩国舆论对这事 是非常的关注 对 那现在警方已经将杨振浩逮捕了 就他人伤害 包括虐待动物等指控 进行深入调查 只是韩国现在还没有 针对职场霸凌的法律法规 不知道对这位霸道董事长 会怎样去处理 所以韩国要求加快立法 加强管理和处罚的呼声 是越来越高 拒绝职场霸凌 这是必须的 是的 说了一下 我们先来给大伙来介绍 一个新发明 红绿灯 红绿灯 这三字 哪个字也不像是新的 红绿灯 但是你把这个三个字的 所在的位置 就是它是新的了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说了 让我们觉得熟悉了那么多年 这样那么多年的红绿灯 它现在终于是可以歇歇了 在河北承德 人家直接是属于躺在地上 红绿灯躺地下 11月4号 河北省承德市 启用了在人形横道前端 安装地面式红绿灯的方式 和这个圆灯杆上的信号灯 同步使用 警示行人文明过街 民警说了 这个这项措施呢 专制手机党低头族 可以大大减少交通事故 对 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得出来 就是平常我们低头 愣闯红绿灯的手机党门 碰到地面上的彩色信号 这好像就确实听话了不少 这躺下来的红绿灯 很像是一道闸门呢 颜色一红 就可以屏息静气了 颜色一绿 愉贵而出 还有人连这个改良版都想出来了 他希望在地面上再加点效果 红灯的时候呢 是万丈深渊 绿灯的时候再恢复正常 这样微设力更强 这个好主意啊 最好有一个WiFi什么的 跟手机都连起来了 一红灯手机的屏幕 就变成万丈深渊了 当然我觉得也挺好 至少能在目前的情况下 减少交通事故 也算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方法了 当然也会有人持不同的观点 有人不这么认为 说这个根本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过马路玩手机不抬头 这是懒 在地上红绿灯 那是迁就懒 就会让他们更肆无忌惮 影响交通安全 反正说的都对 也很有道理 但是也有人马上就回懒咋了 懒也是推动科技灵感的来源自一 不懒的话 现在你还在撞木取火呢 那不对啊 撞木取火至少没有危害社会啊 你这低头不看到 玩手机不一样 这性质是不一样的 当年撞木取火就没引阳过大森林吗 当然反正这个红绿灯 现在已经更新换代了 躺地下了 至于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 争论不断 咱们得看那个疗效 是 说点下咱们接着来说说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期一周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今天闭幕了 毫不夸张地说哈 过去的一周 我的朋友圈几乎都被这个博览会给刷屏了 去了呢 是拍照加小视频忙得不已落后 说实话 这份热闹真是让大伙开了眼界了 对 其实撇去在民间的人气不说哈 这一次的进口博览会 它是签约不断 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了 相信大家之前呢已经在媒体报道中呢看到了不少博览会的精彩画面 那在进口博览会倒计时之际 今儿咱们就再给大伙回顾一下这次博览会的精彩瞬间 好的 首先让大家会来看一看是难忘的会飞的汽车哈 它的最大亮点就是变身 汽车模式时速是160公里 而飞行模式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60公里 这个车跟飞机之间的转换瞬间就把我们带到了从前遥远的变形金刚的梦想当中 为真天 当然说完了会飞的汽车啊 再来看一款真正的飞机 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贵啊 两亿元人民币的价值最大巡航速度是278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是1000公里 理所当然的让它成为了掌管中的吸睛之王 对啊 再来看下面这一款由日本公司制造的 每分钟最多可以发球80次通过对球的轨迹进行分析 争取做到跟对手匹配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 这玩意叫Four Fuse 反正不知道啊 如果早有这款机器 刚刚退役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服务员案 当年还会不会来我大东北学打乒乓球 当然以上我们列举的只是几千件展品当中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这一场筹备了一年之久的博览会 它处处皆是心思和亮点 比如说那医疗器械专区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泼剂 胶囊大小就这么定点 全世界最薄的血压仪减25毫米 全世界最快的免疫分析仪 全球手台婴儿专用的核磁共振仪 等等新技术新产品 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最大潜力 现场参展的企业订单成交量 也是属于双双往上涨 都得来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市场大 当然今天呢 进博会闭幕了 估计参展企业也都开始 期待下一届什么时候开始了 是的 进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据沙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供暖首周沙阳市优良天数共6天 其中优一天两五天 轻度污染一天同比持平 未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 说近日记者在沙阳地铁9号线工程 铁西广场站施工现场了解到 目前地铁9号线工程进展顺利 已经实现轨通 各个车站区间 风水电安装等工程建设基本完成 站台开始内部装修 预计沙阳地铁9号线 将于2019年4月再客市运营 说昨天沙阳市 穆子山国际雕塑主题公园 落成仪式 在浑南区穆子山公园举行 该主题公园 汇催了国内知名雕塑家的 37件雕塑精品 穆子山国际雕塑主题公园的落成 推动了高校和城市之间的互融互通 提升了城市文化的人文内涵 和国际艺术水准 加快了沙阳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步伐 说9号 新组建的辽宁省自然资源厅 举行挂牌仪式 新组建的省自然资源厅 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和保护进行监督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 统一行使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 所有者职责 还将统一行使 所有古土空间用途管制 和生态保护修复的职责 说今年以来 全省法院审判工作 呈现出受理案件 审执结案件数量和结案率上升 为其案件数量下降的 三升一降良好态势 统计显示 今年前十个月 全省法院结案率达到75.14% 同比上升10.71% 说从本月起 全省工会启动 关爱女职工两癌筛查活动 活动按照多方推进 施行自愿 分级负责 属地服务原则 对已建立工会单位的女职工 免费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 初级筛查 前每三年普遍筛查一次 提高女职工 两癌早诊早知律 和自我保健意识 好嘞 说等一下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要去趟英国 说英国一个俗店搬家 为了节省运费 居然召集了200多名志愿者 排成一字长舌镇 通过那手手相传的方式 把所有的书籍 就搬到了新职 想象一下就知道 场面相当壮观了 咱们广告之后一块去看看 好嘞 说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说一说纪念 这两天 著名物理学家 斯蒂芬霍金的 22届遗物 在英国正式拍卖了 一共是拍得超过100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是900多万 远远超过了拍卖行的预期 霍金遗物拍卖的消息 是今年的10月22号 由英国拍卖公司 加士德宣布的 他们预备在之后的时间里边 线上拍卖物理学家 霍金先生的22届遗物 其中包括霍金先生 生前用过的高科技的轮椅 他关于宇宙起源的 博士学位论文 印有他本人指纹签名的 时间简史 副本和他参演的动画 辛普森一家的剧本等等 今年3月14号 76岁的霍金先生离世之后 引发了大范围的纪念 和缅怀活动 是啊 自从拍卖的消息放出 不少人都跃跃欲试 根据拍卖行的估计 霍金先生生前用过的 轮椅拍卖价 应该在1到1.5万英镑 和人民币大概是 9万到13万元左右 他196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 宇宙的膨胀的属性 估价在10万到15万英镑 但是最后的成交价 出乎意料 霍金先生的高科技轮椅 拍出了29.6万英镑 是估价的20倍左右 而他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 一份复印件拍出了58.5万英镑 是预估价的三倍多 这次的拍卖会名字叫 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共9天通过网络拍卖 这次拍卖得到的100万英镑 将会全数捐赠给霍金基金会 和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 对 因为霍金先生生前 罹患运动神经元疾病 医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坐在轮椅上 但是他的思想广阔如星海 而即使在他去世之后 拍卖获得的款项 也用于基金会 跟神经元疾病的研究 这次的拍卖会 除了霍金的遗物之外 还有著名物理学家 牛顿 爱因斯坦 和生物学家达尔文的 部分信件和手稿参与拍卖 所以才叫做巨人的肩膀 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对这些 伟大科学家的一种纪念和致敬 说等一下 我们就来再来关注一下 抗癌成功的李宗伟 听到抗癌成功这四个字 真是打心眼里边为他高兴 对啊 当36岁的李宗伟 亲口说出重返二字之前 其实恐怕没有人会想到 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 世界语谈名将 会再一次站在羽毛球的赛场上 每天时间11月8号下午 李宗伟在新闻发布会上 正式宣布恢复训练 并且憧憬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 这个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 李宗伟首次在公众场 和亮相 吸引了世界多家媒体的关注 中国有不少球迷通过直播 观看了李宗伟的整场发布会 从现场来看 李宗伟十分开心 多次微笑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发布会结束的时候 李宗伟还伸出了大拇指 与记者们来去做了一个互动 李宗伟表示说 在被诊断出早期鼻炎癌之后 他前往台湾接受了治疗 并且在10月初 回到了马来西亚休养 而目前已经恢复训练两周的时间了 将会尽快为重返赛场做努力 他说对羽毛球的热爱 让我继续坚持留在场上 希望我能够在两个月内回到赛场 当然对我来说 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对啊 就是这个发布会 我们知道李宗伟 治疗过程的不容易 他说接受治疗的时候不能说话 不能吞咽食物 第一阶段最辛苦 这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次 而过去球场上的伤痛 完全无法跟治疗时的痛相比 他还表示 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公布病情 也是因为当时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状况 治疗期间经常的哭 因为确实很难受 不想吃饭和喝水 但是医生会强迫我喝一些牛奶 球迷们听着很心疼吧 是 尽管李宗伟在世界语团战绩标柄 但是在奥运会跟世锦赛 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 他却一直无缘金牌 而他输过最多的人就是林丹 从05年 李宗伟和林丹首次相逢开始 林里两个人已经在赛场上 隔往相对13年交手40次 虽然从交手记录来看 李宗伟以12胜28负 完全处于下风 但他却一直用自己的坚持 赢回了林丹的尊敬 赢得了万千球迷的支持 对 其实我们方言体育圈 好像李宗伟这样的 让人敬佩的努力员 还有很多 那今天我们的唱说天下 就来致敬这些运动员们 每天 整改变 是整改变这一切 风吹过 望着天 飘忽不定的感觉 不想说是与非 是非都没有绝对 可是我 不后悔 因为有你在身边 真是最后一章是 秋索维金纳 我最敬佩的运动员之一 你为全域 我不敢老 这位乌兹贝克斯坦 体操名将 为白睡病儿子而战的故事 感动过全世界 致敬这些让人敬佩的运动员 当然还有许多运动员 我们没有一一地提到 对 我们祝福李宗伟 重返赛场 此刻成绩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为体育精神鼓掌 说得下 我们今天再来关注一家老书店 在英国的南安普顿 有一家开了40年的老书店 最近要搬家了 是啊 就是现在大伙在屏幕上 看到的这家搬家的理由 特别凄凉 付不起房租了 不仅是付不起房租 搬家费都交不上了 但是经费不够智商来凑啊 书店灵机一动 向读者们广发英雄帖 希望有人可以做人力传送带 接力传递图书帮忙搬家 是啊 别说 这叫October Books 这帖子一出呢 回应是相当热烈 搬家当天一大早 就从四面八方 涌来200多名热心的读者 人们是肩并肩地 站成一条大约150米长的 传送队伍 从书店旧纸沿着人行道 一直排到新纸 用手接力传送图书 其前呢不断有人自发过来帮忙 咖啡店呢还雪中送炭 给大伙送来了咖啡 等公交的人呢 也加入到了运输的队伍 其中呢不乏老人和孩子 短短20分钟 这些读者就把店里边的 两千余本图书 安全地送抵到了新店 说到这儿我们得交代一下 这家书店呢叫做十一月书店 它是有超过40年历史了 是非盈利的 由于无力负担涨价的房租 而陷入了困顿啊 读者呢就自发地发起了募资 截止到8月募得了48.78万英镑 顺利买下了不远处的 一个小店面作为了新店 也就是因为近嘛 所以才可以手手相传 而所有看见这一幕的人 都觉得超有爱 有人说呢这不仅仅是搬家 更是希望是知识的延续啊 还有人在假设 说假如我在其中 我搬运的时候 遇到一本好书 可能会忍不住想翻一翻 谁都有这习惯啊 但是甭着急 据志愿者说呢 稍加整理新店 要不了几天就开张了 到时候欢迎大伙是 尽量使劲地来去看书 好嘞 说点一下 我们今天来说说表演 最近浙江宁波的蓝女士 碰上了一出影后级的表演 这位表演者精湛演技 浑身是戏 就是体让人生气 是 这怎么这么合折押韵 这事发生在10月4号的晚上 当时呢蓝女士和丈夫 带着两个孩子在商场玩 就在他们准备去地下车库 取车的时候 走到商场的门口 女儿乐乐突然在身后呢 放声大哭 蓝女士一开始以为是乐乐不小心 撞到玻璃门了 结果正在安慰孩子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位抱着孩子的陌生女子 就走过来搭话 看着还挺热心肠的 我跟你说 大姐 我刚才就在你们身后边 你知道孩子为什么哭吗 我亲眼看见有石头从商场 大楼外的这个雨 碰上掉下来 正好把孩子砸到了 这个好痛啊 你看看孩子脑袋这个地方 被砸到了 孩子能不哭吗 说完这名女子还帮忙把传说中 从天而降的那块石头 捡起来给蓝女士看 有特别热心的摸了摸了的头 轻声信誉的安慰了好一会儿 是啊 碰上这么一个好心的路人 而且还是目击证人 蓝女士心里边特别感动 对这名女子的话呢 是深信不疑 商场的雨棚掉了石头 给我们家孩子砸了 这个责任商场必须得付吧 对啊 蓝女士一家 就到了商场服务台进行交涉 商场的工作人员也觉得挺纳闷的 还说雨棚 不可能往下掉石头啊 是啊 好在商场门口有监控啊 把当时的视频调出来看一看吧 结果这一查 没想到事发生了 确实是有石头砸中了乐乐的头 但是这一块石头并不是从天而降的 而是被人扔到乐乐脑袋上的 那有人恶意朝才四岁的小女孩扔石头 这事就够让人生气的了 更让人觉得不能理解的是扔石头的人 正是刚才热心帮忙那名女子 从监控视频里边咱们能看见 当时蓝女士一家往门里走的时候呢 那个女子就尾随其后 在靠近孩子的时候呢 猛地抬手朝乐乐的后脑勺呢 做了一个投掷的动作 扔完石头之后 这名女子就迅速向右侧走开了 等到蓝女士听到女儿的哭声 回过头来检查的时候 这名女子又溜溜答答地过来 扮演了一个热心的路人和目击者 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呀 贼喊捉贼呀 颠倒黑白 拿石头扔人 反倒装成了这个路见不平 对吧 好在这个乐乐的头部 经过检查是没什么大碍 不过看到事件的真相 蓝女士还真有点回不过神了 回想了半天 也没觉得自己个儿真 跟这名女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恩怨呀 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当时也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起冲突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她要朝自己四岁的女儿扔石头 然后之后还要装作好心的过来关心呢 是啊 这事就搁谁都想不明白 现在蓝女士一家呢 已经选择了报警 警方正在针对监控视频里边的 这名女子展开了调查 甭管是怀着什么样的恶意 相信事件的原因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其实特别想问这名女子一句 为什么呢 好了 请来来看走最新消息吧 说交通运输部件也发布了进一步加强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运行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 明确各地新购置具有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的公共汽电车 鼓励城市公共汽电车企业 协调客车生产企业 对再用的城市公共汽电车改造 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说福建东港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码头化学品泄露事件 初步认定为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公安机关已对涉事四名企业人员进行依法调查取证 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说肉身做佛追索案又有新消息 六位福建永春县的村民近日前往荷兰 请求阿姆斯特丹的一位法官裁决归还他们失窃的佛像 法官的最先裁决预计将于12月12号做出 此案可能成为我国文物通过法庭 而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被成功追回的首批案例之一 说印度尼西亚试航一架客机 近日在印尼南部一座机场滑行时撞上灯柱 导致左侧机翼断裂 飞机停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试航发言人表示 这次事故是机场地面交管指挥出了问题 目前机场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 说昨天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 第三十三届世界蹦闯锦标赛上 在新设项目男女混合大团体局赛中 中国队以27分夺冠 成为世界赛该项目的第一个冠军 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 再闯新高达到548只 截至今年11月 今年共繁殖大熊猫36台48只 存活45只 又再存活率达到93.75% 好 说得下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来说一句让人非常费解的事 说江苏一名男子喝完酒之后 开车送朋友回家 结果呢 结果却被对方给举报了 这波操作是爱还是恨呢 庭审现场啊 挺有意思 咱们听听双方都是怎么说的吧 好来 说得下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说一说争婚 河南有一位母亲哈 最近在网上给自己的小儿子征婚 这位有个性的母亲说了 如果哪家姑娘能够嫁过来 就用万条锦礼当彩礼 这个我要陷入沉思了 难道这个 他们家是养鱼呢 不是不是是 替儿子征婚的母亲是养鱼的 准确地说呢 是河南南阳镇平昌 向在村村的这个千万养殖大户 分分钟觉得 这婚争的富裕的味道好浓郁啊 你千万别误会哈 就是这位母亲确实是养殖大户 但是这家庭绝对不是 你想象当中的豪门四海 就是人家这家人都非常朴实 用这位妈妈的话来说 之所以会变成养殖大户呢 都是因为村里给的政策好 咱们快来听一听 刘阿姨讲致富经 我叫刘盈美 我们一般是四天都起床了 开始打包 发货 一天最少也得两次货 在养育之前就是靠中介嘛 中介有吃了没有花了 那个时候 最新的就是 就认得那一块钱 一条鱼一块钱 那么大了也一块 这门大了还一块 过去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 你说 到西岸能买楼70块钱 那我们还就 不知道城市呢 人们花钱能嫌弃 哎呀 早晨四天中起来大宝 一天不是在养育 就是在买育 刘阿姨这个工作厅辛苦啊 这要是那家的姑娘嫁过去 也得绑着家里边干这么多的活 这外条尽力的菜力可不好呢 刘阿姨说了 自己有俩儿子 大儿子是河南理工大学毕业的 小儿子呢是哈工大的研究生 大儿子现在留在家里帮着干活 大儿的时候大儿就在淘宝网上开了店了 帮着家里推销金礼 生一下子就好做了 还有一大堆的国外客户 加拿大的法国的都有 那为什么想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儿媳妇呢 原因啊 我们还是让刘阿姨自己说吧 成天给孩子这样子说 钱能花掉 文化只是装在心里 永远是花不外里 我们这里反正多数的养职户们 都是这位平平的一个房子 都没人去住 都还是在家里 养职 那还是舍不得了这个农村 老了还是直到农村比较好想 累 洗澡 一类啊 我们家庭吧 也挣到钱了 那里就是 两个孩子听话 也学到职守 孩子们大了 要培养孙子们 要好好读书 这是我自己可以洗澡 一类呢 这个签是能划外的 两类呢 是直视是划不外的 就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刘阿姨呢 能够成为村里的养职大户 也愿他们一家 能够找到好媳妇 好来说一下 我们进来再来说一起 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件 这个说匪夷所思 莫不是说 这是一起大意灭 灭灭灭有的故事 怎么回事呢 话说今年的8月6号 家住在江苏淮安的 吴某和朋友约好 一起喝点小酒 对啊 你说跟朋友在一块 挺高兴的哈 吴某呢 是一个晚上接连 喝了两场酒 喝完酒之后 这吴某还硬是开车 把一位好友送到了家 事情到这呢 对于吴某来说呢 还算顺利 不过到了朋友家楼下呢 他的朋友发现 他这时候已经有点恍惚了 酒精上头 如果再让他开车 那难保不出危险 就极力劝说吴某 在他家呢 对非酒走得了 朋友的好心来得有点晚 你之前就不应该 让他开车送 是 现如今阻止 也好过放任吴某 自己开车再离开 不过这吴某酒精上来了 并不领情 说我没事 我都能送你回家呢 我自己回家更不是事 喝多的人 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喝多 估计他这朋友 当天也是喝了点酒 倔劲也上来了 说啥也不让吴某走了 你必须给我注意 你也不注意 你喝酒还说我报警 我原以为这就是开玩笑嘛 吴某也没有当回事 加上酒劲一刺激 你报啊 我报啊 我报我报啊 就这样 吴某的朋友 在他的建议之下 两个人较劲之下 是顺利报警 给吴某来了一个现象 警察赶到之后呢 直接对吴某进行了 酒精检测 经过鉴定 吴某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为 178.09毫克美 100毫升 已经超过了 最佳标准的两倍了 10月17号下午 淮安市淮英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 省理了这起罪嫁案 被告人吴某郡 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两个月 缓刑两个月 并处罚金两千元 大义灭友啊 最终吴某是承担了 所有他该承担的后果 也见识到了朋友 原来真比自己还去 不过您说啊 他这队友还真是 还真是真朋友 我觉得 当然是真朋友 罪嫁上路 那个不是说罚款 判刑那么简单了 对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你的命 都会扔在路上 是 吴某这朋友绝对够意思 没错 宁可得罪人 咱也不能让朋友出事 这无非就是晚了点 是啊 这份大义灭友的胆量 咱们还是值得称赞的 毕竟酒后驾驶是害人害己 宁可得罪朋友 咱也不能纵容酒驾 是的 说点下 咱们街巢跟那伙说一个 西安的小伙啊 说说这小伙买了辆新车 却同时也在网上 买了13副车牌 什么操作 要给新车轮番话假牌子吗 这肯定有猫腻啊 这到底为了什么呢 咱们一同来去看片子 一副两副三副四副 数一数 总共有13副车牌 这些车牌可不是谁丢的 再一看 包车牌用的包装纸上 居然有倒付金额 30元的字样 我帮我朋友买的牌子 你买多少 买了13副 一副多少钱 一副120 说话的这个小伙楚某 自称是在网上买了 这13副车牌 今年9月份 他和他的朋友宋某 以及吴某三人 把这辆宝马车 从深圳开回陕西后 就一直心里不踏实 因为不光是宋某没有驾照 楚某吴某也都没有驾照 吴赵驾驶一辆 外地排照的汽车 在他们看来 上路被交警查处的风险很大 于是他们想到了 买假车牌来逃避 民警调查得知 他们已经使用了八副车牌 并且全是假车牌 吴某因为涉嫌无人驾驶 将被处于行政拘留 十天并处罚还1500元出发 当事人宋某因为涉嫌 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 将被处罚行政拘留 十五天并处罚还5000元的出发 当事人除母因 涉嫌挡满机动车号牌 我们先将当事人移交 开始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您看您看 自以为是天衣无缝 这回露馅了吧 你说您都没考驾照 考一个不就完了吗 费那么大劲吗 何必想这歪门邪道呢 咱们再来看一看 驾照对于司机的重要性吧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 驾驶资格的考核跟证明 就是它对于驾驶者 本身来说也是一个保障 没错 首先我国的法律规定 未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 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 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散扣期间 驾驶机动车的 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 对 而无证驾驶如果造成事故的 有驾驶证的人要 就是如果说死亡一人 或者是重伤三人以上 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是无证驾驶的人 重伤一人以上 就构成交通肇事罪了 相应的肇事逃逸罪也是一样的 再看看赔付方面 虽然无证驾驶并不加重赔偿责任 但所驾驶机动车的 交强险和商业险 均会聚与赔 所有应该承担的损失 全部由驾驶人本人来承担 所以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吧 想要开车 咱们就好好的学车 考驾照 对 下边是我们夏日大皮包的 新闻速读120秒 说 34岁的泰州男子小吴 网上打游戏认识了女网友 两人一来二去确定了恋情 一年来女友以买手机等各种理由 让小吴转账了9万多元 期间女网友曾良心发现 告诉小吴自己是骗子 谁料小吴反而认为对方直率可爱 表示既往不咎 让她跟着自己好好过日子 今日小吴再次给她互联了完之后 女友却表示两人不可能 这时才觉得受骗上当的小吴 去报了警 民警侦查之后发现 与小吴网恋的女子 其实是男子张某冒充的 承认是骗子好好过日子 咱说现在的网恋还可以这样了吗 这简直是网恋当中的一股清流啊 咱说这哥们仿佛中了邪 不知道是骗子太狡猾 还是小吴太单纯啊 可能是男人更懂男人吧 说今日 江苏宿家两名十二三岁的女孩 为了追求明星梦 决定离家北上 还给父母留了封信 爸爸妈妈 我要去北京当练习生了 等我火了 会回来看你们的 不过呢 俩人因为年纪太小 没有身份证 这寻梦计划 因为买不到车票 而只能暂时搁置了 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北京的繁华 年少的心呀 总有些轻狂 没想到被遣返回家 不过呢 现在也不亏啊 至少达成了火了这个目标 有梦想是对的 但是咱们先长大好吗 说今日 广西亲周一小伙 在公路上单手骑车 还一直低头玩手机 在被交警拦下之后呢 小伙仍在继续捣过手机 他呢告诉交警啊 是在回复女朋友的信息 他说啊 不及时回复 他就会生气 白天就不理我了 咱说 把车停下出去 再骑车 回家聊 这很困难吗 如果女友知道你在骑车 还非要你回消息 那不分手 还留着等过双十一呢 咱说行车的时候 不要分散司机的注意力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爱情很珍贵 但是安全才是放在第一位的呀 说今日 杭州某公司收到信息 你们数据库有漏洞 随后呢 公司技术员发现 原来存在账户里的 几万块钱不翼而飞了 民警呢 将刚满十八岁的 K客男生小冬抓获 当时他穿了一套 水手服的女装 还戴了点蘑菇头的狭发 糊涂脱一个金刚芭比 女装大佬啊 小冬说他读完初中以后 就处决了 但是呢 他对网络攻防很感兴趣 就在家自学 可是没想到啊 这个本领让自己犯了法 咱说穿上水手服 电脑剪散到之后呢 会提高三倍速度 配合双马尾 效果更佳呀 说今日 四川卢州九城 交警发现一辆 面包车驾驶员 在等红灯的时候 吃起了面 绿灯一辆 该驾驶员呢 是一手端面 一手继续开车 因为该驾驶员的行为 属于妨碍安全行车的 违法行为 交警呢 最新做出了七两分 罚款一百元的处罚 咱说就这么饿吧 老哥 这碗面吃的可是挺贵呀 饿着一会儿没事 咱也不着急这一口饭呀 万一出点啥事 这以后都吃不上饭了 这可就不划算了啊 下馅 节目的最后呢 给大伙去 领大伙去那个秘鲁 看一场这个剪羊毛 打赛 剪羊毛什么好看的 那这个 你听我说完吗 准确的说 它不是剪羊毛 而是剪羊驼的毛 比赛虽没什么观赏性 但是 您看看这张 被剪掉毛后的羊驼的表情 你脸的生无可恋 估计心里在说 你们人类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脱羊毛了吗 你们搞比赛之前 有没有问过我们 我抗议 这个你的分析 还真挺到位的 估计羊驼们先里边 也是这么想的 节目最后 我怎么觉得有点 不太对劲呢 这脸有点像王浩的脸味 节目最后啊 把一首好听的歌呢 送给大伙 昨天下咱明天见 明天见 那时候 想去的远方 在你的左右 车票上 目的地 还很多 我们年轻快乐 陪着我 是你青春轮廓 多年后 有一个叫做 时间的小偷 让我们也开始 去感受 终于要一个人 向前走 那时候 松开了曾经摸的那双手 我总在想念你的时候 束缚自己 逃开 却还是 做最深沉的梦 后来我 常回忆 那些漫长的午后 只聊上和阳光 它们都 多明亮而剔透 从没走 为什么分开以后 还为你留一个角落 我换来成熟 绝对